大慧菩萨他提出这个问题 就是佛说的如来藏法门 和外道说的恶相似 外道说的恶是长行住不便义 这个如来藏 它有它的体性也是长行住不便义 那不是和外道说的佛法 外道说的道理是一切义相同了 是不是相同的呢 所以大慧菩萨这样问佛 佛回答 你有读过《楞世经》吧 这段文有读过吧 你没读过 佛回答大慧菩萨的问题 佛说 我说的如来藏和外道说的恶不一样 那么有什么不同呢 我说的如来藏 就是说我在佛在说法的时候 说到空无怨无相三三昧妹 那就是如来藏 那么可是彼此的相貌有点差别 为什么说就是如来藏 佛说因为众生 有的众生欢喜如来藏 欢喜如来藏 欢喜如来藏 外大说的禅行住无怨也就是恶 众生欢喜如来藏 我要一定说无恶 他就远离佛法去了 不相信佛法了 所以我就在空无怨无相那里假名为如来藏 这样众生就相信佛法了 等来到佛法以后 如来藏原来就是空无怨无相三三昧妹 那我就以此为方便 引导这些顿根的众生 来到佛法里面来 所以做如是方便说 这是在《楞弃经》上 有这一段文 是这样意思 那种等于是像天带众说那句话 为师师权的意思了 是个方便的法门 不是真实的 这个真实的法门 还是空无怨无相 这是佛法的真实的法门 说如来藏是个方便的法门 全巧 解隐 方便解隐顿根众生的一个法门 这是在《楞弃经》里面解释这个问题